你永远都不会明白 我对紫阳的爱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用我的生命 去换回紫阳的命 不过 我们还有另一个儿子 另一个儿子 我明确地告诉你 你休想 要我答应张昊天进门 就是让我承认 你和孙慧芳当年的丑事 我死都不会答应的 贺民 我知道 到现在你还不愿意承认 张昊天是我亲生儿子的事实 你可以埋怨我的过去 但是昊天她是无辜的 我相信只要你愿意认她这个儿子 她会像紫阳一样来孝顺你的 不可能 也不需要 紫阳是我唯一的儿子 张昊天 他不配 好 那我就不多说了 我的心意已决 如果昊天愿意承认我这个爸爸 我就不会再辜负他了 我会尽快地找律师办妥手续 让他正式成为天成集团 名正言顺的接班人 什么 你要把天成集团的经营权交给张昊天 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目前他是最适合的人选了 你说的这还是人话吗 你摸着良心说 当年不是靠着我娘家 你能有今天的一切吗 没错 我是接受过你们娘家对我的帮助 但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亏欠过你们一分一毫吗 我转移到你和两个孩子名下的股份还少吗 总而言之 我会选一天好日子 让昊天正式地认祖归宗 至于你接不接受 西庭村便吧 宋天长 自养到现在生死未卜 你就急着捧着大半财产 迎接那个张昊天进门 好 你给我听清楚了 只要我贺民还有一口气 那个杂种就休想进门 爸 我妈说的没错 这么做我也不会同意的 就算哥哥真的死了也会死不瞑目的 你心里只有那个张昊天 你还管不管我们的死活 如果你不顾我和我妈的感受 要质疑这么做的话 我也不会认你这个爸爸的 既然你这么喜欢外面生的那个野种 我走就是 子涵 你 好啊 子涵你等等我 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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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喝茶 赫敏啊 子涵 你们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吗 帮忙 只要你们不卖字求容 就算是帮我们大忙了 你们也太气人太甚了吧 张昊天已经是我们天成集团的总经理 我们对他仁至义尽了 你们为什么还不满族 还要让他认祖归宗啊 子涵 别跟他们说了 他们这种人说不通 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你们还在装 趁着我们家紫阳下落不明 看到宋天成无奈 就派你儿子去纠缠宋天成 这不是趁火打劫是什么 你们都死心吧 我跟我妈是绝对不会接受一个野种 来取代我哥哥的位置的 我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让你们这么想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张明山就是饿死 也不会拿儿子换钱的 你们宋家的臭钱 我们一点都不稀罕 你 赫敏 你放心 我们张昊天有名有姓 还有一个从小就疼惜他的爸爸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让他回宋家的 好 你给我记住了 这可是你说的话 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说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 你可以走了 惠芳 送客 张明山 但愿你的儿子跟你一样有骨气 子涵 我们走 你给我站住 这么晚回来还弄得一身酒气 我心里都很难过 喝点酒接紧味儿 我看你难过的是 张昊天没有认祖归宗对吧 你能不能别把什么事 都扯到张昊天身上行吗 神经病 我神经病 是你在外面生了什么事 你不认为野种不知错 还会来骂我 你给我说清楚 说清楚 说清楚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疯了是不是 你今天不说清楚 咱们就别过了 你的意思是想离婚是不是 好 我奉陪 宋天成 你要是离婚的话 你一分钱都别想得到 爸 妈 子涵 你回来了 你爸对我们不管不问 他跟我离婚 爸 这明明就是你的过错 你干吗怪罪在妈的头上啊 好 你们母女俩一点错都没有 错全在我 我走 宋天成 我告诉你们 今天你要是走出这个家门 你就永远别再回来 不回来就不回来 在这种家里头成天吵吵闹闹的 我早就不想待了 妈 妈 你放心 我会支持你 一定不会让浩天进门 我真的没有想到 总裁会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找上门 就这样羞辱你跟爸 那你是不是真的去找宋董 谈了任总贵宗的事呢 妈 怎么可能嘛 我永远都是张家的孩子 我就知道 你没那么莽撞 可是你爸为了这件事情 气得一个晚上都不说话 连饭都没吃呢 不过总裁这么做 确实是太过分了 去 阿姨 爸 我真的没有想到总裁会这样来找你们 让你受这样的侮辱 这 真的对不起 爸 不管怎么样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你都是我心中最优秀最完美的爸爸 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浩天 浩天 你害得你老爸流泪了 浩天 你这孩子 爸 给 来 来 等等 你要干什么 如果你从今往后 还想过安稳的日子 你最好别跟楚耀辉再见面了 关你什么事 像你这种出身不好的女孩啊 我见多了 我也很了解 遇到条件好的男人呢 就像苍蝇一样 拼了命死定不放 楚先生 麻烦你放尊重一点 好啊 那你敢说 你不是看上楚耀辉的金钱和他的地位 才跟他交往的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 我为什么要跟你解释 我反而想问问你 你跟耀辉是什么关系 凭什么管这么多 我告诉你啊 楚耀辉是我儿子 来 秋月 多吃点 多吃点啊 怎么了 乐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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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是不是楚耀辉他欺负你了 那是不是陆锋 他是不是又来威胁你了 不只是陆锋 还有楚振华 两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子 他们还算人吗 乐眉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说啊 你什么都不说你不让我们干着急吗 乐眉 别怕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跟你依靠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帮你解决 楚振华跟陆锋 他们在路上独卧 楚振华说耀辉是他儿子 这么说 楚振华 他真的是楚耀辉的爸爸 不行啊 那帮人我们惹不起 我看你就别再跟楚耀辉见面了 找一个 跟我们家一样平凡的男孩子交往 免得妈整天为你担心 妈 乐眉 这个楚耀辉 竟然跟楚振华纠缠不清 她的背景一定很复杂呀 乐眉啊 你听爸一句话 趁早跟他了断了吧 免 免得再受伤害啊 好 好了 原本我还想等你完成任务 回来之后生你当总经理的 现在你想都别想了 你欠下的那些债 你全部自己还 爸 爸 也差不多了 等着收摊了 急傻 你看 还有客人没走呢 来 我来吧 我来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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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喝多了 爸 爸 子洋 子洋 爸 你别喝了 你喝醉了 好 我 是你吗 浩天 大叔 您没事吧 要不先喝点水 等到美平静了以后 哪天有时间 你再好好找他谈谈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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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你醒醒 好大的酒味 先把它扶回去吧 走 好 老天啊 你留下来 陪我说说话好吗 我们父子啊 平常除了工作之外 很难得像现在这样 说说亲近的话呀 你放心 在工作上 我会尽我的权力来帮助你的 我们现在不谈工作好吗 董事长 我知道您非常的痛苦 紫阳这件事 给了您很大的打击 浩天 我现在请求你认为这个爸爸 还来得及吗 就算您是我的亲生爸爸 就算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也不可能离开对我恩种如山的家了 我不可能去背叛他们 如果我真的背叛他们的话 我父母的感受 就会像你现在这样 我现在不是要求你离开你现在的家庭 我只是希望 能够听到你喊我一声爸爸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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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休息 别再多想了 浩天 昨天晚上我说的那些话 我 知道了 爸 浩天 你 你叫我什么 我没听错吧 爸 你没听错 我送你进去吧 好 你还知道回来啊 你 和米啊 子涵 你们两个都在 正好有件事情我要在这宣布一下 浩天终于愿意承认我这个父亲了 他也愿意承认这个家 他承认 我可不承认 你不承认也不行 浩天的身上流着我的血 他是我的亲骨肉 也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哥哥 这个事实就算你想否认也是改变不了的 还有 从今往后 我希望你们把浩天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看待 包括明商和惠芳也是一样 我希望大家要互相帮助 互相的扶持 不要再有任何的猜忌和不满了 如果我要是不同意呢 我现在不是要征求你的同意 我是要告诉你 我已经决定怎么做了 妈 和米 妈 来 坐下 别激动了 总裁 我知道你没办法接受我 但是请您相信我 我只是替紫阳来尽孝的 不管是天成还是这个家 我都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而且永远都不会 张浩天 自从你出现以后 我的家族的人生全都被你给毁了 你就不要再花言巧语了 好了 不管你们再怎么反对 我都认定浩天了 好